文姓 没有人会记恨一个已经离开的人 如果真相补偿我 就和我一起 忽悠你的哥哥 文姓的去世让所有人都陷入悲伤中 石仪也不例外 即便当初自己被推下水的人是文姓 石仪在听到真相的那一刻 也早已原谅了这个妹妹 此时石仪最在乎的就是周生辰了 对于周生辰来说 周家只有三个最亲的人 那就是外婆周生仁还有文姓 因此面对文姓的去世 周生辰从头到尾的一言不发 才更命人担忧 石仪要做的就是帮助周生辰 及时把压抑的情绪发泄出来 你家里人过世 难过 睡不着 这都是正常反应 我是你老婆 在我面前你做什么都不丢人 哭也没关系 我真没事 然而周生辰却还是逞强地 拒绝了石仪的好意 没吃起口饭就独自跑了出去 买了一大堆菜的周生辰 坐在小区里独自发呆 林叔说你没住那些家里的生意 那你以后结婚怎么办 研究员的工资够入了 我们研究员的工资不低 我给你攒的 万一你和妈以后彻底闹败 我给你买婚房 回想起文姓生前卫自己的打算 周生辰的内心越来越难过 石仪的到来才让他收回情绪回到了家里 把菜交给石仪后 周生辰独自回到了房间里 这是周生辰第一次没有和石仪一起做饭 或许周生辰此时需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空间 躺在床上的周生辰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从一开始的隐忍克制到后来的放肆大哭 门外的石仪听得一清二楚 石仪的突然进来让周生辰立马背过身去捂着被子 石仪只好默默地帮他把窗帘拉起来 为他创造了一个封闭的个人空间 周生辰的痛同样痛在石仪的心里 但这个时候 石仪必须坚强起来 做好周生辰坚强的后盾 起来了 你知道几点了吗 七点啊 八点了 难怪 难怪什么 睡不长